這是很大的事情 他越來越覺得台海的衝突 對美國是最大的風險 以前常常有一些人就認為 打沒關係啊 這種聲音現在不見 美國發現第一島鏈內 如果真的跟中國大陸作戰 美國的勝率 中國大陸當然知道 美國在擔心什麼 所以中國就釜底抽薪 提出兩點 第一個 你不要武裝台灣 第二個就是 本來他明年就要開始推出 因為台灣就立刻進入選舉 台灣政府就假裝沒聽到 比民進黨也沒有回憶 可是明年我認為就不一樣 審議這個 觀察事實上跟我完全一樣 我今天直播就要講這一點 我昨天看你在支球對決也有提到 對 這是很大的事情 對 我跟你講啊 我認為美國是因為 他跟中國表達說他要 這個希望 就是那個要四步一無異那個無異 對 無異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 那他越來越覺得台海的衝突 對美國是最大的風險 以前 常常有一些人就認為說 哎呀打沒關係啊 打可以耗損中國大陸的國力嘛 對不對 這種聲音現在不見了 哦 是為什麼呢 什麼地方改變了 因為他覺得他沒有 覺得中國強了 他沒有辦法脫身 他會被捲入了 本來他是想說你台灣就跟大陸打一打 那耗損一下大陸的國力 對不對 那美國自稱事外 那至少因為這樣耗損個中國大陸 比如說多少GDP啊 那我就再領先你一下 他本來是天真的這樣想 後來因為這一年多來就看到中國大陸不斷的反制嘛 就是美國的軍艦也被趕走對不對 然後還有軍機也被趕走對不對 B-52也被堅持攔截對不對 美國就發現不是這樣 而且第一島鏈內如果真的跟中國大陸作戰 美國的勝率很低 沒有優勢啊 很低啦 因為那是人家的近海作戰嘛 所以美國大陸我覺得 美國真的是開始有一種新的思維 就是說無論如何我台海要避免軍事衝突 那所以不然我會被捲入 那如何如何達成這個 美國人的理解就是這樣 說是那我們就維持軍事溝通嘛 美國人的理解就是這樣 就是說所以你不能夠給我斷啦 海上的也要溝通啦 熱線也要溝通啦等等等 那拜登得意啊 說我從此以後我可以直接打給習近平之類的 對 熱線可以通 就是這種東西啊 那事實上這個背後的意涵是什麼 中國大陸當然知道美國在擔心什麼 所以中國大陸就釜底抽薪提出兩點嘛 那重點我看 為什麼你擔心台海戰爭 因為你在武裝台灣嘛 對 台灣的軍備越來越好 那發生台海戰爭的機率當然越高嘛 他在備戰嘛 所以釜底抽薪就是第一個 你不要武裝台灣 那第二個就是 那你支持我和平統一不就好了 這個以前沒有這樣提過啦 那我認為這兩個會跟 美國那個軍事溝通機制的恢復會掛在一起 掛在一起就是說 比如說你未來對台灣可能還會有軍售案嘛 對 可是如果是超過既有的規格 那會不會越來越硬 可能中美的軍事溝通又停了 就又停了啦 所以你這樣是要幹嘛 這跟南北韓熱線一樣 說斷就可以斷 對對對 我認為未來就是這樣 就是他就是隨時認為說 我提出這一條路 這樣來走不是更好 那這也意味著他未來 本來他明年就要開始推出 和平統一的計劃 事實上敏台融合發展示範區 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對 那他就是要推出這個東西嘛 那他當然就是希望美國能夠支持嘛 就這個不是有利於台灣跟我和平統一嗎 那這個可以避免你最擔憂的武統 你不是不希望台海發生戰爭 那合同不是很好嗎 我覺得這個思維美國會開始想 就是說是不是這樣 乾脆就放手 放手的意思是說你不要武統 武統我會干預 可是合同我就放手 這個未來要看 因為這個等於是起個頭了 那明年我們知道那個計劃就 事實上今年6月就提了啦 對 可是因為現在台灣政府就假裝沒聽到嘛 這個因為台灣就立刻進入選舉了 對啊 所以民進黨也沒有回應嘛 可是明年我認為就不一樣 如果政黨輪替之後 我認為如果是來清德當選 那這個回應的壓力會蠻大的 就你如果不回應啊 那可能還會有別招啦 就是這樣 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你剛剛問那個問題非常有趣啊 就是大家會容易錯誤的解讀 就是說美中關係 美中關係的和緩不能夠說是和解 美中關係的話 因為美國前一陣子的話呢 對於中國的話呢 在科技上啊 甚至在文化上啊 在交流上 連簽證啊 航班啊 都非常非常的不甩中國 春暖花不開啊 但是美國現在面臨著三大問題啊 第一個的話呢 拜登國內的問題都一塌糊塗 對不對 然後經濟情況通過膨脹什麼 然後拜登的話 國際上的問題的話呢 也是使得他那個 尤其是中東這一陣子 讓大家看穿了美國手腳 剛剛還提到這個 等一下安華 馬來西亞安華就強調說 你現在這邊搞的話呢 就是大家都沒有人敢說一句良心話 仁此造詩都不用說良心話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拜登自己要連任啊 連任現在出現了民意調查 就是我碰到的美國人 基本上都認為他沒戲啦 拜登自己認為還要自己要連任啊 他這個連任的條件 我從來沒有見過說美國總統 現任總統選成這個樣子 所以怎麼算他介入台海 都是不治的啦 那這三個問題的解決的話呢 都是要靠中國 所以他基本上態度放緩 和緩啊 並不是說是和解 對 但這並不意味著 台灣脫離了更危險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人其實 覺得戰爭發生可能性很低 所以沒有害怕戰爭 但是我們有很大的一部分人 就會擔心這個統一會實現 美國人要做出很多 有助於中國統一台灣的諾言 這個是真的問題啊 其實誰在乎什麼其他的什麼這個問題 因為你說發生戰爭可能性 他們自己根本就沒把太平島 當成我們的領土 就是該進來就進來 記住啊 這是美中的艦艇啊 不是只有美國艦艇啊 大家要看仔細了 所以說他們根本就沒有在乎我們 他們要自己主動避免局勢衝突 但是同時中國對美國要的就是要承諾 你必須要承諾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揮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哦 好 好 10